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内生蚝市场火热 生蚝养殖成为海鲜界网童 聚焦三农正在播出 丹麦海滩长满生蚝发出求救 引来中国之货拯救海滩 国内生蚝市场火热 生蚝养殖成为海鲜界网童 聚焦三农正在播出 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要跟大伙说一说 很多人都爱吃的生蚝 今年四月份丹麦驻华大使馆发表了一篇题为 生蚝涨满海岸 丹麦人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的博文 说的是丹麦生蚝泛滥的海滩让当地人很是头疼 这消息一传开 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很多人觉得这个让丹麦人头疼的难题在我们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因为全世界80%的生蚝养殖在中国 生蚝的吃法众多 市场也很火爆 那么同样是生蚝 为什么待遇会不同 国内的生蚝市场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可以拿起手机参与摇一摇互动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获得惊喜福利 好 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生蚝泛滥的消息传出后 迅速传遍朋友圈 其中就有一些生活在丹麦的国人开始行动了 比如青岛姑娘丁飞飞 记者宇远在丹麦的丁飞飞取得了联系 她同意拍摄视频并传给我们 给大家看一下SB约今天的潮汐表 我们现在要去的晚上这个五点半到六点左右的 这个时间段的抵潮 现在就到了自己店里面 先来拿一些工具 丁飞飞在哥本哈根进了一家餐馆 看到丹麦海边长满生蚝 这个在海边长大的青岛姑娘坐不住了 她跟老公查阅路线 确定潮汐时间表 准备挖好工具 一家人驱车三个半小时 来到了丹麦最大的海港 SB约 好了 我们现在就到了 到了这个上次我们挖生蚝的地方 现在这样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需要把衣服什么东西都换好 然后下去 这样沿路一边走过去 你看水里面都看得到 这种生蚝啊 很隔离 就是我女儿还有我捡了很多隔离 那不是像生蚝 这潮汐表非常准 我们稍微来来早一点 我看现在穿在那里的水 现在已经到我膝盖着 眼睛能看见的都是海红啊生蚝这些 这是其中一个小沙滩 这两个在这儿 在这儿 所以大家怎么能看见 这上面全都是红和生蚝 就是一个 我试着打开一个 这是刚才那个牧蛎 它为了这个视频提升了自己 是不是很肥 上次来的时候我吃的 非常鲜美 丁飞飞在网上分享了自己实地挖蚝 并把生蚝做成各种美食的照片 瞬间收到数万人的转发和关注 其实它口感真的挺好的 很新鲜 我觉得是因为本地人 他们好多人不知道 这个生蚝泛滥的事情 其实当时我发的那篇帖子 就完全没有想到 哎呀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 作为一个生活在丹麦的中国人 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 丁飞飞告诉我们 其实丹麦人也喜欢吃生蚝 但是更喜欢吃本土的生蚝 而这次泛滥的太平洋生蚝 则不怎么受欢迎 其实两者在口感上没有多大的区别 只是一个饮食习惯而已 那么国内的生蚝市场情况又如何呢 生蚝也叫牡蜜 在北方养殖区俗称海粒子 青岛市红岛海滩 是长牡蜜养殖的重要产地 长牡蜜恰恰是让丹麦人头疼的主角 太平洋牡蜜 同样的品种国门之外泛滥 但是在青岛 海粒子可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海鲜品种 当地人告诉我们 现在用海粒子可以做出一整桌菜 在当地很受欢迎 我们在当地的一家餐馆 就见到了以海粒子为主菜 做成的海粒子宴 以前以青岛为主 比如咱哥里的 青岛为主 或者炒菜为主 在今天和里的 油炸的 还有油门和里的 这是今天高兴过的特色 要知道这个怎么吃生蚝 可能在国内市场 最受欢迎的就是烤生蚝了 尤其到了夏天 生蚝成为很多吃货的最爱 我现在是在青岛成阳的一处 夜市的大牌的 我们看到烤生蚝 在这里特别受欢迎 那么以前作为消费者 一直是点这个生蚝 那今天我换个角色 来烤一遍生蚝 这个是这个酱汁 先淋上去 然后这个是那个盐汁 盐水 然后有这个咸度 盐一点就可以 再淋一遍这酱汁 好的 烤一会儿 一会儿可以上菜了 这个鞋子是不是擦好了以后 里面是什么酱汁 那你两个酱汁就可以了 好了好了 来酱汁来 给你们的生蚝 谢谢捧场啊 吃几个了 吃十几个了 吃不少了 好吃啊 好吃 非常好吃 听朋友介绍过来吃的 感觉挺好吃的挺新鲜的 就感觉吃了人多 然后我们也过来凑个凑 好吃有营养 然后过来新鲜 挺好吃的 一天大概 五六百份差不多 现在这个待着鞋度 跟前两年相比 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现在吃生蚝的会特别多了 它口感会特别的鲜嫩 吃到口里之后 鲜嫩爽滑的那种感觉 会特别强烈一点 海粒子一年产两季 五月下旬 正是红岛当地海粒子 抢收的关键时期 一大早 我们跟随了一艘 海粒子捕捞船 一起感受了一次海上捕捞 在过一段时间 它就会 我们说是烧羊 会瘦了 对 产卵 所以说现在是 最紧张的一个时期 魏科说 今年海粒子 个儿打肉肥 这种情况近十年来 难得一见 魏科养殖了 七百亩海鱼的海粒子 他说 今年海粒子收购价 到了七八毛钱一斤 是这几年 行情最好的一年 今年应该说 赔 肯定赔不了 肯定要赚了 往年的话 如果按照这个处理 以前的价格 就必须要弄中了 往年多少钱 往年一般有两三毛 最高的时候 有达到四毛 我们现在正在跟随 一辆海粒子的捕捞船 进行海上作业 我们看到 现场四个工人 从渔船的两边 同时下网 那么这个网 下到海底以后 渔船把这个网 拖行一段时间 等到这个网里边 装满海粒子之后 就可以收网了 那这样一网上来 大约有两千多斤的海粒子 我们看到 从早上四点半 到现在 船上已经捕捞了 一万多斤的海粒子 等一会儿 渔船装满之后 我们就可以 拉到码头上去了 一般一天 一个船能达到 一万八到两万多斤 是直接卖掉吗 直接卖掉 卖给谁 它有专门收这个 加工厂 还有加工的这块 刚刚无意中 捕捞上岸的地龙网 恰巧引起了 上传类型检查的 边防民警的注意 这个网是怎么回事 这种网是国家禁止的 对对 船上不准使用 因为今年进入区比较早 从五月一号开始 往年都是六月一号 主要是为了防止 渔船非法捕捞 上午十点 是红岛码头 最繁忙的时候 捕捞海粒子的渔船 陆续返回岸边 魏科准备卸货 把今天捕捞的海粒子 卖给赵迅龙 今天这条船 能活两万斤 能活两万斤 两斤差不多 两万斤货差不多 今天重述 比不上多天 多天的海粒子 能出六十多 今天的海粒子 我看就能出六十 大差不差 差不多一分 差不多一分 价格还照原价 不动 像今天的海粒子 用我们小行的人士说的话 大约要出到六十多 赵迅龙说的能出六十多斤 是指去掉碎壳 每一百斤海粒子 可以挑出六十斤 出售的海粒子 再除去一毛钱的船费 最后以美金七毛钱的价格 收购了魏科的海粒子 赵迅龙是当地海粒子的一级批发商 收购来的海粒子 经过人工挑剑之后 再批发给进货商 下午我们就碰到了江苏的客商 来赵迅龙这里进海粒子 批货是发哪的 这个海粒子 律上金阳市场 江苏还有 别忘年多了 量大了 老百姓都认可了 利子好肥 今天过来进了多少 今天装了二百包 二百包一万斤 这一万斤的话 大概多少天都会销售完 一天一天 一天就销售完 赵迅龙说 过来收海粒子的客商 也明显增多 今年的发货量比往年都大 我们发一块七 我们就走一毛钱到五分钱 我们因为走的量大 往年就是一天能批两千斤 现在一天要批四千斤到五千斤 就量中国人说换了一半 赵迅龙告诉我们 批发价格较往年相比 美金差别一毛钱左右 变化不大 主要是量大 利润自然就高了 他说 今年的行情好 养殖户和批发商都高兴 那么除了批发 面对消费者的海鲜市场 又是什么情况呢 这里是青岛成阳海鲜市场 不少周边的餐馆 都是从这里采购海粒子 以及各种海鲜 不到早上七点 这里已经很热闹了 我们在海鲜市场里就见到了过来采购海粒子的商家 今天过来采购多少 今天一百斤吧 现在都比较喜欢吃这种海鲜 而且烤起来会比较好吃一点 这样是成品品相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比较挺手 大小个儿差不多 会大一点 然后它背面这块会比较古一点 这样的话呢 它的肉会比较饱满一点 比较厚实一点 所以就是挑适合烧烤的 对 我们只挑这种 相对来说就是特别大的这种 这样 商家告诉我们 尽管原材料价格上涨了一成 但是烤生蚝还是维持原先的价格 以前也是十五点一份 但是那阵可能会走的量少一点 力量稍微大一点 现在呢 因为客人多了吧 所以说力量会稍微低一点 但是走的量多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十元三个吧 感觉这个价格还能接受了 据了解 目前青岛海粒子年产十六万吨 出货量较上一年翻一翻 之前只在青岛本地销售的海粒子 现在发往全国各地 除了禁鱼使得海洋水质的改善之外 也得益于国人对生蚝喜爱程度的增加 除了青岛 另外还有广东扇尾 山东乳山等地 也是国内生蚝的主产区 生蚝这种食品 从前呢 是海边人吃 现在吃生蚝 俨然成了风靡全国的时尚食品 这吃生蚝的风尚 还和国外呼应 就像一场场国际美食竞赛 中国社会在快速开放 中国人的消费口味越来越多样 快速更新的食谱 要求中国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产业 也必须加大创新力度 消费时尚在哪里 钱就在哪里 只有跟上市场的节奏 才有可能多赚钱 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愿望 走进卖收说吧 唠唠心里话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三下话题 卖收正当时 一起来说吧 进入卖收说吧 现在咱们的农民朋友 都正忙活着家里的卖收 收正怎么样 能不能卖上个好价钱 他们有很多话想说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一线的劳动者们有哪些心里话 在山东省吉宁市 甲阳县大张楼镇 运风村 种凉大火 几年种了 大概有260岛 蒙小门 张势比较好 最近这几天 马上就要收割了 丰收再往 希望几年的产量 在院前技术上 再增加到5%或者7% 每天 四个人是要这点 就是在天天地头 在放货的监测店 说实在的 这几天 这个孙女孙女 看到火 这个 就不甘认识了 看那晒得 晒得不够 哎呀 小心一会儿 也是够幸福的 只要是今年的相本 能够让他今年的 看的位置 我辅助的 建筑的使用 我都没事了 你看现在 联合收割集 进入地之后 这一个联合收割集 一天就能得 基本功效目 哎呀 这个农民呢 特别特别高兴 是吧 现在这个政策好了 这个农民呢 终于熟悉也整崖了 做到了本餐 本手 我这个农民呢 现在很高兴 作为享受 几成乱目 这个 医生那种做法 和服务工作 和协调的业绩设备 加快 而生动 我是家人员 孟基敏 秋海村村民 今年没手赛算刻意 就是当委政府被按的经验太少了 教育次第得死了多天 一百二十多年 一百六十多目的才关于业绩 希望政府以后都要做打击业绩 谢谢 以后我做的有个好处可 赛期了 前几乎下雨了 孩子都没在家 老公还有病 前几下雨很清亮 每次受不了家里 家里还有 贡议我自己的媳妇 也行很着急 太失望前期 只能站住 你再说了 我是在两天后面想来吹灭 今天的手上挺好的 就是天气不好 干点很紧张 希望老天爷给自己的好天 能有一个好手上 这个小妹今天嫁回来做好 我想随便把梅子吃好 买了以后给新的站起来 我新的考大学 新的孙女你好好上学 来把钱一挡 让你上大学 要新的求个好漂亮媳妇 谢谢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是涉及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件大事 中央明确提出 要用五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 农业部最新统计显示 除西藏自治区外 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账面资产总额2.86万亿元 村均493.6万元 其中东部地区资产总额2.16万亿元 占资产总额的75.5%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 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部署推进会议上了解到 今年农业部会同中央农办 选择了100个县 作为新一轮改革试点单位 改革主要在有经营性资产的村镇 特别是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开展 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 和完善集体资产的治理体系 让农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当下正是浙江蓝溪杨梅集中上市的季节 蓝溪作为我国杨梅之乡 全市从事杨梅生产种植的农户约5.2万人 种植面积近7万亩产量2万多吨 为了让蓝溪杨梅走出去 近日由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和蓝溪市主办的 2017年中国浙江蓝溪杨梅品牌大会 在蓝溪启动 此次大会以蓝溪幸福城 《杨梅红天下》为主题 努力把蓝溪杨梅品牌推广出去 促进当地洋梅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希望借助这个品牌大会 利用我们成熟的销售渠道 刚才的大型影片二师兄来了 在河南洛河开机 我这个喜剧故事实际向大家来讲述 我们国家养猪业发展的深刻变化 让能够广大的消费者 广大的城乡居民 能够了解我国现在的养猪 到底是什么状况 这个影片的拍摄 将会对罗河里虚目业 对罗河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去郊三农 栏目的官方微博 微信给我们留言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去郊三农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